山上寸草木生,山下绿洲成片。 咫尺之间景色冰火两重天。 神秘全眼惊现山谷。 火焰山下为什么会出现绿洲? 滋养生命的水从何而来? 地理中国带您亲历火焰山。 破解火山与绿洲的奥秘。 火炉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在前两天的节目里,地理中国设置组跟随地质专家一起到火焰山进行科学考察。 终于揭开了火焰山的酷热之谜。 然而奇怪的是,极端炎热的气候没有阻止生命的生长。 就在火焰山的脚下,离火焰山有几十米远的地方就有成片的绿洲。 更令人惊奇的是,在火焰山南北,绿洲面积竟然有四千多平方千米。 大片大片的绿洲为什么围绕在这火焰山的周围呢? 这炎热与清凉,火山与绿洲为什么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呢? 火焰山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鲁湾盆地的中部。 东西长近百千米,南北宽九千米,平均海拔六百五十米。 在西游记中,火焰山被描绘成一座会燃烧的山。 虽然后来经过地质专家的考证,火焰山不会燃烧, 但是,每一个到过火焰山的人都会被它残酷的自然环境所震撼。 这是一个生命无法停留的地方。 夏季最高气温49.6摄氏度, 岩石表面温度高达80摄氏度, 年平均降水量不足16毫米。 火焰山是世界上最炎热和干旱的地区之一。 然而,就在这片被视为生命禁取的土地, 竟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景象。 在火焰山脚下,竟有象征生命的绿洲。 这是火焰山中最大的一条沟谷。 我们看到,两次的山体颜值裸露,寸子不生, 而沟谷里却绿树成荫,生级勃勃。 有绿洲就有树, 可是,火焰山是中国最干旱的地区之一。 紫阳生命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呢? 2011年7月, 地理中国栏目组跟随地质专家来到火焰山进行考察, 试图揭开火焰山前的绿洲之谜。 李一组, 原156梅田地质勘探队地质工程师, 上个世纪60年代, 对火焰山地质成因做过系统研究。 这天, 考察队沿着火焰山南侧行进, 途中队员们在火焰山脚下发现了一片奇怪的房子。 这些房子建造得一模一样, 排列的错落有致, 远远看去很像是一个村落, 可是在酷热难当的火焰山下怎么会有人居住呢? 考察队决定走到跟前看个究竟。 当考察队走进这些建筑, 看到的景象很令人意外。 房子的四壁被砖头垒成网格状, 房子里面空无一人, 似乎不像是人居住的地方。 每一间房子里都有几根这样奇怪的木杆, 它们悬挂在房顶上, 木杆上布满了细小的枝叉。 这些奇怪的木杆和被垒成网格状的房子, 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 经过打听, 考察队得知, 这是火焰山附近的村民用来晾晒葡萄的印房。 原来, 火焰山脚下种植了大片的葡萄园, 享誉全国的吐鲁藩葡萄就生长在这里。 生活在火焰山附近的居民, 几乎家家种植葡萄,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来那首熟悉的歌曲。 地人, 在火焰山附近的墙盘, 赤斗变少, 林行时中下了一颗葡萄, 火焰的姑娘都满而汉油, 不惊喜你每朵绿色的小苗 到了每年八月葡萄成熟的时候 火焰山下的村民便忙于采摘 其中很大一部分葡萄被送到了印房晒干 制作成香甜可口的葡萄干 每年的八月份 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会汇集到图鲁番 庆祝葡萄丰收 然而你能想象 这欢腾热闹的场面 就出现在炽热干旱的火焰山下吗 图鲁番 因为种植了甘甜的图鲁番葡萄 而享誉世界 可令人不解的是 这些葡萄园 为什么会生长在火焰山脚下 难道在火焰山中 存在着不为人知的神秘水源吗 跨越一万年 奉行天地剑 这是一份行进中的地理影像剧 这是一份权威性的中国地理史 地理中国 行进中的地理影像志 火焰山下 惊险大片葡萄园 火焰山腹地 考察队发现神秘水源 它们能否揭开 火焰山下的绿洲之谜 火炉里的秘密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在考察中考察队发现 火焰山周围的绿洲 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 一部分位于火焰山的北原 及沟谷里 另一部分位于火焰山南部 火焰山的绿洲分布 为什么呈现出这样的规律 考察队决定 先到火焰山的一条沟谷中 寻找其中的奥秘 一进沟谷 感受和在山外截然不同 山外炽热炎炎 寸草不生 山内却绿树成荫 溪水缠缠 这巨大的反差 让考察队不敢相信 自己正置身于天下文明的火山之中 听当地人讲 沟谷里有泉水出路 这会不会就是这条小溪的源头呢 考察队决定 顺着溪流寻找水源 老乡 你好 这个沟里面的那个水 上面有泉吗 有泉水吗 泉水 由于语言不通 考察队员和当地的维吾尔族百姓 交流有些困难 不过热情的老乡 还是尽力为我们指点鱼筋 听说我们在寻找泉眼 当地百姓显得很兴奋 似乎这泉眼和他们的生活关系 十分密切 最后 当地一个熟悉地形的老乡 带领考察队去寻找泉眼 就是这儿吗 是这里吗 这个泉水 这水能喝 能喝 这水绝对干净 清凉 当地老乡告诉我们 这股泉水已经存在了几百年 从来没有干涸 它浇灌了周围一亩多葡萄园 那么它是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那条溪流的源头呢 考察队继续往前 希望找到泉水出路的地方 但是当我们顺着泉水来的方向 往前走时 脚下的路越来越窄 最终来到了一个狭小的洞口前 难道泉眼就在这里吗 李一组决定带我们进去看个究竟 不行 过不去了 小心点 过不去 过不去 人过去 由于太黑 我们看不清这个洞究竟有多深 但是它非常狭窄 就是一个人都很难通过 那边站得下几个人啊 就一个人 看上去这个洞是人工挖草的 洞内两侧的岩壁涂窝不平 稍不小心就会蹭伤皮肤 再加上脚下都是水 无路可走 每前进一步都十分困难 脚要放到北边啊 南边就是水 就进水了 侧身 这个背靠着墙 大约走了二十米 我们的面前出现了一道墙壁 不能再往前走了 头顶上方是一个天井 这里是不是泉眼所在的位置呢 你面前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泉眼 是吗 再往前泉眼 这个是挖泉眼的时候 一个洞 泉眼还在这前道 还在前道 这个也是在岩石里头挖出来的 那我们能看得到吗 随之还有多深 可能泉的洞太矮了 得爬进去了 李一祖说 泉眼应该就在这口天井的附近 过去人们就是根据地下泉水出路的位置 挖澡了这口井 由于火焰山地表气候沿着干旱 为了防止出路地表的泉水被蒸发 当地百姓一遭一抚 挖掘出这样一个狭长的洞 来保护水源 所以看这 我们说维吾族老乡为了保护 在这个干旱地区保护水源 下了多大的功夫 找到了泉水出路的地方 考察队很是兴奋 看来在火焰山的沟谷里 有地下水存在 可是一个更大的疑惑 摆在了考察队的面前 考察队所在的这条沟谷 缓几百米 长八九千米 仅凭这一眼泉水 怎么能够灌溉这么大面积的绿洲呢 会不会沟谷里还有其他的水源呢 考察队决定 沿着沟谷继续向北行进 来到了沟谷的最底处 考察队又发现了一条小河 河水流量比我们之前看到的溪流 要大很多 河边坐落着维吾尔族村落 也许是有了水的滋养 这里的村民生活得十分悠闲自在 看我们风尘仆仆 旅途劳累 热情的维吾尔族老乡 还特意做了当地最有特色的食物 款待我们 坐在维吾尔族老乡下的炕头上 吃着最有民族特色的食物 考察队不仅有些神似恍惚 被古人描绘成 飞鸟千里不赶来的火焰山深处 竟有如此生机盎然 泄意淳朴的民居 听说我们在找村里这条河的源头 这家的男主人 吴买尔江阿帕尔主动给我们带路 他说 河的上游有一片古老的树林 这里的村民认为 那里就是河的源头 阿帕尔说 这条河世世代代从他家门口流过 从来没有干涸 河水浇灌了两岸的葡萄园 给他们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收入 大约步行了20分钟 我们来到了阿帕尔所说的这片树林 眼前的这片树林 面积大约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 整片树林的草虫下面全都是积水 树林里的树木看上去的确十分古老 至少也有几百年的历史 阿帕尔告诉我们 他们这个地方很少下雨 这片树林之所以能够生长得如此繁茂 都是因为地下这些鼓鼓往外冒的泉水 而这些粗壮有力的餐厅大树似乎也在守卫着给予他们生命的水源 这就是因为火焰山上升阻挡了天生水 在这形成了泉 当然这个泉你说有没有会凸出来的 没有它是渗出来的 所以渗成这样上了找了很多青草 还有些鼓鼓树 李一祖告诉我们 在火焰山的沟谷里 像我们脚下这样的地下泉沿有很多处 每一个由地下泉水渗出的地方都会形成一片铝洲 这些地下水汇集在一起 形成了沟谷里的河流 李一祖告诉我们 火焰山沟谷里的这些地下水都来自同一个地方 这就是图鲁藩盘地诞生的始作俑者天山 天山是亚洲中部的一条大山脉 横管中国新疆的中部 西端深入哈萨克斯坦 天山长2500千米 在天山山脉里 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山峰 达到几十座 这些山峰每年被冰雪所覆盖 到了每年的春夏季节 山上鸡雪消融 鼓鼓流淌 形成河流 新疆的三条大河 西尔河 楚河 伊犁河 都发源于此 亿万年前的造山运动 造成了图鲁藩盘地 北高南低的地势特点 每年春夏季节 天山上的鸡雪开始融化 然而由于屠鲁藩盆地 气候炎热干旱 天山上的溶雪水 溢出山口就被蒸发 其中一部分雪水 渗入戈壁历史中 成为地下水 当地下水顺着清洗的地势 流到火焰山前时 由于沙眼不透水的特性 地下水位遭遇阻挡而抬高 在火焰山的北部渗透出来 而这儿呢 因为一挡 所以在这儿出现了地下水 因此造成了火焰山北部的 一系列的绿洲 不仅如此 来自天山的地下水 还在火焰山沟谷的沟壁 和沟地多处出入 这些泉水汇集成河 扬育了火焰山沟谷里的绿洲 从某种角度来说 火焰山就像一座大坝 拦截了来自天山的地下水 使地下水渗出地点 造就了火焰山北部 以及沟谷里的大片绿洲 可令人奇怪的是 火焰山南部的绿洲 和火焰山之间 是一片戈壁历史滩 中间没有任何阻挡 深藏在地下的天山溶雪水 又是如何渗出地表 滋养这片绿洲的呢 这是吐鲁番旁地的航拍画面 茫茫戈壁上 竟整齐地排列着一串串原点 专家李一组告诉我们 火焰山南部绿洲形成的奥秘 就隐藏在这些看起来 十分奇怪的原点中 火焰山南刺的戈壁滩上 考察队发现了这样的井口 它们就是我们在航拍画面上 看到的那些小原点 令人奇怪的是 这些井口数量众多 相隔距离不过几十米 为什么在茫茫戈壁滩上 要挖着这么多的井呢 现在我们就看 我们站立这一个井口 从我这个 我站立这个方向下去 这是一道坑井的 每一个井口的一个树井口 底下一个岸区把它连出去 通到原种厂的山堆 那这条井就是说 您是说一直通到村庄里面 对对对 那这一条井有多少个书井 这一条井有八十六岩书井 专家告诉我们 这就是著名的古代水利工厂 卡尔井 从航拍画面上看 这一条条坎儿井 就像唐湖的串 密布在吐鲁番盆地的戈壁滩上 那么 这些坎儿井 究竟通向何处呢 在楚淮珍的代理下 考察队沿着一条坎儿井 来到这个叫原种厂的村庄 村庄里 一条清澈的水渠 从维护人家的门前经过 楚淮珍告诉我们 这就是刚才我们在戈壁滩上 看到的一人串的树井 出入地表后形成的明渠 渠里的水十分清澈 水中的小鱼 清晰可见 说这条水一直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口井 对对对 它就走到这儿多长的距离 有十八九公里 十八九公里 一直流到村庄里面 这个九十多岩宿井 将近一百岩宿井 那这条水现在我看 就贯穿到村庄 人们就是 这条水就是 饮用水啊 或者是生活用水 都是这个水吧 对 全靠它 坎尔井是图鲁藩地区 特有的地下水引贯工程 它将天山上的溶雪水 引流到干旱荒芜的图鲁藩盆地 然而从天山脚下到圆种厂村 大约有几十千米的距离 地下水是如何到达这里的呢 怀真说 坎尔井的挖鲁 不适用任何动力设备 而是利用天然形成的地势落差 在地面上挖鲁树井 树井之间 再挖鲁岸渠 地下水便顺着岸渠 一直流到村庄和农田 千百年来 图鲁藩人民靠着坎尔井 引来的天山雪水 繁衍生息 创造文明 现在图鲁藩分布着 一千多条坎尔井 最长的达到二十四千 他们从天山脚下 一直延伸到盆地中心 兴罗旗部 微微壮观 地下水从天山脚下 流向盆地的路途中 遇到了火焰山这条天然屏障 如果不是火焰山上的 十三条切穿山体的沟骨 地下水将无法穿越火焰山 据统计 火焰山十三条沟骨中 共有大大小小泉流二十六条 他们是天山水系的复苏和再现 成为火焰山南部地下水的来源 图鲁藩人民 利用这天然的地理条件 发明了坎尔井水利工程 使绿洲在火焰山南部延续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在图鲁藩大地上 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 地理学者说 如果没有火焰山的阻挡 图鲁藩的绿洲面积 不会像现在这么大 如果火焰山的气候不是如此的炎热 山脚下种植的葡萄 也不会因为强烈的温差效应 而这么甘甜 火焰山既是生命的禁地 又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关于这座充满了神秘和奇幻色彩的山 其实还有很多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 等待我们去破解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明天见 这里没有高耸入云的孤峰峻林 却吸引着众多学者前来科考 这里没有热带雨林的奇花异草 却成为了全球科学界关注的焦点 小山丘上究竟隐藏着哪些秘密 层层叠叠的黄土坡中又镇刻着怎样的生命密码 探论冒天山地理中国下期播出